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大娘 他养了四个儿子 个个人高马大的 他的老班前几年生了一场病去世了 几个儿子便一直闹着要分家 胡大娘看着几个儿子问道 你们都要分家我也没办法 你们准备怎么安置我呢 大儿子周荣说 您是我们四兄弟的娘 不能让外人说我们不孝顺 每月四礼拜 一家住一礼拜轮流转 二儿子周华 三儿子周复和 马上就复和道 大哥这主意好 谁也吃不了亏 占不了便宜 四儿子周桂去摇头说不同意 他说娘年纪大了 每月各家来回跑司堂 身体吃不消 老三周父马上就问道 那你有什么好主意说说看 周桂马上笑道 老大的主意是好 在各家时间待长一些就好 这话说出来 老二老三没意见 老大确实有些为难了 这个时候胡大娘一拍桌子道 你们谁家我也不去 我就住在山上 把吃的粮食给我送来就行 胡大娘这么一说 几个儿子马上都同意了 如此一来他们也省下精力去照顾他了 出门的时候 老大的女儿田田问父亲 爹爹 刚刚你为什么不同意四叔的意见呢 周荣看着女儿冷笑一声 刚刚你四叔耍心机呢 每家住一月 轮到他旧时第四个月 老娘活多久可说不定 不能让他家百占这便宜 田田是个善良的女孩 他就想在奶奶身边生活 可是如今分了家 想要陪奶奶说话 都要从山下跑一趟山上了 胡大娘本来身体挺壮实 可是架不住这样一闹 于是她把田地分成四份 分给了几个儿子 让他们各自去山下盖了房子 这四个儿子隔三差五就会让媳妇送点吃穿的 一直来也算孝敬 这一天 周荣卓女儿田田从镇上赶集回来 走进自家院子刚要进屋 就听猪圈里有奇怪的声音 周荣赶紧拿着扁担凑进过去 见是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在抢猪时 他大喝一声 什么人 看打 爹爹 不要 田田健壮一把将抢时的男孩护住在身下 自己的背上则挨了一下打 周荣健这一下打到女儿身上 有些心疼地说 你这是做什么 他偷咱家东西 难道不该打吗 田田今年十五岁 心地非常善良 他看着那个一脸狼狈的男孩 心里一酸道 你过来 姐姐帮你洗洗 男孩有些忌惮地看了一眼周荣 然后走到田田的身边 一副感激的样子也不说话 田田拉着他到井边 打了水给他洗漱 随后又拿出厨房蒸笼里的包子 对方见了一脸欢喜 接过去狼吞虎咽就吃下去了 慢慢吃 不够还有 田田心疼道 小男孩吃完后终于开口说话了 谢谢你 家里遭了灾 我现在身上也没什么东西送你 就把这个给你吧 小男孩说完以后 在身上搓起泥球来 三下两下揉成一团后递过来说道 这是鲤娘洞 你把这个用红绳系上 把红绳的另一头 系到山顶那棵老槐树上 这样就能吸着你们祖上老宅的福气 你们家也会富裕起来 不过对老宅的人会有些损伤 田田见对方递过来的是个泥球 而且这玩意会伤害奶奶 怎么也不肯接过来 周荣乔健觉得好笑 接过泥球一扔道 吃完就走吧 难不成还养着你不成 小男孩临走时又对小女孩叮嘱道 看到花枝要剪断 田田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可是等他追出去 小男孩确实不见了 于是也没多想什么 这天晚上 周荣从外面干完农活回来 天已经黑了 田田担心父亲 点着灯笼站在门口等着 周荣瞧间骂道 这么大月亮 你点灯多费油 不学会过日子 以后可怎么嫁人 爹爹没回来 我担心 田田有些委屈地说道 周荣接过灯笼 一口气将里面的油灯吹灭了 然后对牢叨叨 长点记性 以后有月亮可别瞎点灯了 妇女俩往家走着 突然觉得院子里的地上 有东西晃眼 田田好奇走过去一瞧 原来是那天小男孩在身上搓的泥球 她捡到手心里 那颗泥球突然金光一闪 变成了小绿豆大的金豆子 上面还系着一团红绳 周荣见多识广 她一把抢过那颗金豆说道 原来那天遇到神仙了 我们家这下发财了 田田眉头一皱 想起那天小男孩说的话 她对父亲摇头说道 爹爹 这是离娘豆 咱们不能要 对奶奶有伤害的 可是周荣哪里能顾得上许多 她赶紧将红绳另一端 迁到了山上的那棵老槐树下 做好这一切后 她对女儿田田叮嘱道 这件事可千万别让你奶奶知道 也不能告诉你几个伯伯 田田点了应了一声 可心里怎么也不开心 过了几天 周荣果然撞了好运 每次去打猎都能满载而归 去田里中庄稼都能捡到银子 有一天 周荣去赌方里试试手气 没想到赢了不少钱 她正乐呵呵回家时 村里的王二跑过来喊道 周老大 你娘病了 赶紧回去看看吧 周荣一听慌了 赶紧往胡大娘住的山上跑去 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兄弟 看来也是刚刚接到消息 老大埋怨几个兄弟道 你们是怎么回事 老娘生病了都不知道 老二惭愧地说 这几天家里忙 光顾着挣钱了 老三老四也是低着头不说话 他们也有好一阵子 没上山看望母亲了 如果不是村里有人通知 他们还不知道胡大娘生病了 几个人匆匆忙忙跑到山上 看到胡大娘的模样 顿时吓了一跳 怎么这才半年没见 胡大娘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下子苍老了十几岁 娘 你这是咋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老大一脸吃惊地问道 娘没事 你们别担心 一时还死不了 胡子娘安慰这几个儿子 怕他们为自己担心 还说没事 以前你的身子骨可硬着呢 看看现在这副模样 老二有些生气道 娘 以后有事你跟我们说 别让村里都知道 回头传出去 说我们兄弟几个不孝顺 老三埋怨着胡大娘有事不提前说 这一病倒 村里人都知道了 老三的话 其他几个兄弟都非常同意 他们兄弟有四个 总不能让人在背后说闲话 这时老四开口说道 我看娘这回病了 以后还是找个人在身边照顾吧 自家的事不能麻烦别人 老四这番话 大家听了觉得也有道理 毕竟以后出门还得靠脸面 背上一个不孝之名 以后还怎么见人 可是话虽如此 几个兄弟又是大眼瞪小眼 谁都不吱声了 如今他们都忙着挣钱 谁有功夫来照顾胡大娘呢 这时 老大的女儿田田开口说道 你们别争了 我来照顾奶奶吧 我喜欢和奶奶在一起 老大眉头一皱还想说什么 其他几个兄弟赶紧在一旁说 大哥 田田都说了喜欢和奶奶在一起 以后我们多送些吃穿的 田田那份也算我们的 老大一算计 这样一来自己倒也不亏 于是他对胡大娘说道 娘 您安心养病 我让田田留下来过照顾你 胡大娘听了也很是开心 拉着田田的小手说道 奶奶没白疼你 田田跟着父亲回家取行李时 对父亲说道 爹爹 娘都病成这样了 你把李娘斗的红绳剪断吧 周龙健壮赶紧护住李娘斗说道 再等些日子 我转够了就剪断 你先去伺候着 别让你奶奶累着 他这些天数前数的手抽筋呢 哪里愿意把倒嘴的肥肉给吐出来 他今天看了胡大娘 虽说身体有些虚弱 可一时半会并无大碍 田田见劝不动父亲 气呼呼地跑到了山上 给奶奶做完饭以后 就开始烧水 直到伺候奶奶睡下 他才舒缓了一口气 田田睡在奶奶的隔壁房间 这样奶奶夜里有什么需要 只要哼一声他就能听见 到了夜里的时候 田田还没睡着 就听到隔壁有些动静 他以为是奶奶起夜 可是听了一会儿 好像有痛哼的声音 他以为奶奶摔倒了 于是他急忙起身去查看 可是在田田刚要敲门的时候 他的手又停了下来 因为房间里没点灯 却亮着光 难道奶奶还有什么秘密 田田悄悄走到门边 然后把眼睛贴在门缝上往里看 只见胡大娘扶着床边 慢慢地挪到梳妆台边坐下 在那梳妆台上有一盆奇怪的花 只开了四朵 每一朵都长得非常鲜艳 随后胡大娘对着那一盆花 一直在嘀咕着一些什么 田田竖着耳朵听不清 可接下来一幕确实让他大吃一惊 只见胡大娘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然后让那些鲜血滴到花瓣上 田田看到这里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他见奶奶一直到手指不再滴血 才扶着墙回到床上 嘴里似乎忍着疼再吐哼 刚刚那四朵花在鲜血的浇灌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得更鲜艳夺目了 胡大娘看着那几朵花 一脸欣慰地说道 看到你们盛开 我也就放心了 就算我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会护着你们 胡大娘说完觉得有些头晕 这时候田田赶紧破门而入 冲进去扶住他 奶奶 你这做什么 刚刚教的是什么花 田田连忙追问道 这是牡丹花 又叫荣华富贵 自从分家后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养着它 这些年多亏了老伙计的陪伴 胡大娘看着台上的牡丹花笑着说道 可是我刚刚看您滴血到花上 那又是做什么 田田好奇问道 这花有灵性的 她生病了 滴上我的几滴血就好了 你别担心我 几滴血不碍事的 胡大娘躺下后 故作轻松地说道 田田是个聪明姑娘 她觉得奶奶没和自己说实话 哪有什么花需要用鲜血去治病的 她服侍奶奶躺下后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可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总觉得奶奶养的那盆花是有玄机的 第二天 她趁奶奶到门前那颗老槐树下休息时 悄悄溜进了胡大娘的房间 然后仔细盯着台上那盆牡丹花看着 她以前是见过牡丹花的 牡丹的花色艳丽 富丽堂皇 具有花中之王的美誉 不过她见过的牡丹花单生于枝顶 花瓣为五瓣或重瓣 颜色为玫瑰色 红紫色 粉红色和白色 可是眼前这盆牡丹花只有四瓣 而且颜色确实红里透着一点黑色 她心里纳闷道 难道这不是牡丹花 就在天天看得出身时 老三的媳妇过来送粮食 她叫见田田在胡大娘房间盯着一盆花看得出神 于是笑问道 田田看什么呢 田田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她转身时袖子不小心刮到花上 只见其中一朵牡丹花被割开一个口子 里面竟然流出香红的枝叶来 三婶来了 我没看什么呢 田田用身体遮挡着台上的那盆花 她对方瞧见了端倪 神神秘秘的 让三婶瞧瞧 老三媳妇推开门走了进来 等看见台上那盆花时 惊呼道 这是什么花 开得好鲜艳 味道也清香呢 奶奶说这是牡丹花 田田小声解释着 哎呀 瞧你这孩子给她碰坏了 不然我就端回去养着 多好看的花儿 真是可惜了 老三媳妇一脸惋惜地说道 田田也有些心虚 都怪自己不小心 这么好的一盆花给弄坏了 这时候胡大娘听到声音急忙走过来 看到台上的牡丹花有些破坏 她心疼地抱起来大哭道 我的儿 你这是咋了 都怪为娘不小心 田田低着头走过去道歉 奶奶 对不起 都怪我不小心 胡大娘叹了一口气安慰道 孩子 奶奶不怪你 我就是心疼这花养大不容易 以前看着漂亮 结果太脆弱 稍微一碰就变坏了 几个人在房间说着话时 老二急忙忙跑来说道 田田 快回家看看 你爹输了钱 被人打断了腿 田田听到这个消息急忙跑回家去 郎中已经检查完了 他对方田田说道 你爹没有大爱 养几天就好了 以后千万不能再去赌方 那些人下手每个轻重 接下来半个月 田田留在家中照顾父亲 周荣的伤势很快就痊愈了 这天 周荣又要去赌方 被田田拦下来说道 爹 你不能再去了 周荣拉开女儿说道 自从中了这里娘斗 我每天都赢钱 就昨天输一回 我当然要去把本搬回来 田田哭着恳求对方别再去了 他拿了一把剪刀就去剪红线 嘴上恨道 都是他害的 我这就把他剪了 周荣一看慌了 赶紧夺过剪刀 一巴掌打在田田的脸上 打过之后 他也后悔了 看着女儿恳求道 这是最后一次 等我搬回本 回来就把他剪了 田田看着父亲离开的背影 伤心地哭了 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回到山上以后 胡大娘见孙女好像哭过一场 一问才知道大儿子伤势刚好 又跑去赌方了 胡大娘叹了一口气回到房间 而呀 为娘用自己的心血将你们养大 希望你们过上好日子 可是你们不争气呀 为娘就用这条老命 最后再帮你们一次 以后好自为之吧 到了半夜时 胡大娘爬起床 看着台上的牡丹花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说完她再次咬破手指 准备将鲜血滴在牡丹花上 而这一幕恰好被田田看见了 她赶紧冲进房间阻止了胡大娘 奶奶 您这是做什么 一盆花哭了就算了 您有多少鲜血养着他们呀 田田哭着喊道 胡大娘看着孙女有口难言 不过看到台上那四朵牡丹花要哭时 她还是坚决要用鲜血去救活他们 田田见状急忙从袖里掏出一把剪刀 将那一盆牡丹花枝都剪断了 胡大娘看着被剪断的牡丹花 锤足顿胸地哭喊道 我的儿鸭 我的儿鸭 是我娘害了你们呀 田田将奶奶扶到床上坐下 她哭着问道 奶奶 你为什么用鲜血浇着盆花啊 这不是拿自己的命 再唤他们盛开吗 胡大娘见那盆花被剪断后 迅速开始枯萎 于是赶紧喊道 孩子 快去那棵老槐树下 把四根红绳剪断 四根 田田大吃一惊 看来奶奶早就知道 离娘斗的事情 只是为什么会有四根呢 难道除了父亲 其他几位叔叔也中了离娘斗吗 田田不敢耽误 拿着剪刀就冲到那棵老槐树下 果然在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四条红绳 他想到这害人的东西 赶紧将那些红绳都剪断了 痛恨地骂道 迷娘动 害人精 一根红丝绳 剪断才干净 等田田回到房间 胡大娘才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清楚 原来胡大娘和四个儿子分家以后 胡大娘一个人变得孤苦伶仃 生病没人照顾 寂寞没人说话 每天都在胡思乱想 有一日胡大娘在梦里见到了去世的老伴周老汉 于是就跟老伴诉起苦来 周老汉得知几个儿子不孝顺 气得要去找他们算账 却被胡大娘一把拉住 周老汉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拉扯打 如今他们翅膀硬了就想飞 把你丢在山上不管不顾 这些就是你养的好儿子啊 让我去教训他们 胡大娘一边哭一边倒 哪根儿不是娘的心头肉 你走得早到省心了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以后吃苦呀 周老汉也很是无奈 他们苦了一辈子 到头来还是要为儿子们操心 临走前 周老汉从怀里掏出一盆花 和四颗豆子说道 你以为我死了就省心吗 这是我向阎王求来的血牡丹和梨娘豆 原来这血牡丹和梨娘豆是相辅相成之物 只要种下梨娘豆 用红丝绳连在老槐树上 再用鲜血培育那盆血牡丹 这样一来血牡丹盛开以后 他的所有福气和光彩都会通过红丝绳传给那颗梨娘豆上 那盆血牡丹共开了四朵花 一朵花代表一个儿女 分别是胡大娘的四个儿子荣华富贵 周老汉告诉老伴 如果血牡丹不用自己的鲜血喂养 就会花败人亡 如果用鲜血养到七七四十九天 到时候每朵花心都会出现一颗梨娘豆 儿子将来都会家到兴隆 胡大娘一脸欣喜 只要他这把老骨头还能为孩子做点什么 用鲜血养花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胡大娘有些为难地告诉老伴 咱们儿子虽然不争气 可也算萧顺 他们也好面子 这梨娘豆给他们 他们也未必会种下 周老汉想了想说 我去试试他们 如果他们不肯种这梨娘豆 我还有好东西送给他们 田田知道真相后 顿时泪如雨下 他想到奶奶这般无私地 为了几个儿子牺牲自己 而他的父亲和几个叔叔 却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贪图享受 即便牺牲母亲也在所不惜 奶奶 如今林娘豆的红绳剪断了 这牡丹花枝也剪断了 请您以后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啊 田田跪下恳求道 好孩子 奶奶精血用尽 活不了多久了 这条老命留着有什么用 只会连累你们 胡大娘看着孙女 又看了一眼那盆牡丹花说道 田田心巧 她知道奶奶盯着那盆牡丹花 肯定还没死心 于是她抱起那盆断枝的牡丹说道 奶奶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 您再这样 我就砸了她 胡大娘听完吓得脸色苍白 赶紧说道 孩子听话 这是你爷爷留给我的一点念想 可不能砸了 可不能砸了 我答应你 不浇花了 这天以后 田田就搬到奶奶的房间 和对方一起睡 每天显影部里照顾着胡大娘的起居饮食 胡大娘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这天她趁田田去上茅房时 赶紧用力咬破手指 想用鲜血给那盆牡丹花起死回生 她 牡丹花盆突然被一双大手拿过去 在地上摔得粉碎 胡大娘吓得脸色苍白 开起头一看 只见四个儿子和儿媳 还有孙女田田都站在屋里 娘 您这是做什么 田田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了 以后再也不用您教这些话了 老大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悔恨地哭道 娘 我们知道错了 对不起您 其他几个兄弟和媳妇也赶紧跪了下来 一脸惭愧 好儿子 娘不怪你们 娘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 胡大娘开心地说道 这件事以后 四个兄弟经过商议 决定把四颗梨娘痘埋到一个坑里 就埋在山上胡大娘的院子里 十年后 胡大娘寒笑离开了 而当初埋下梨娘痘的那地方 长出了一块绿莹莹的草 后来被世人称之为梨娘草 寓意为有娘的孩子是快宝 离开娘的孩子像根草 白头老母遮门蜂蜂蜂 的意思是 头发斑白的老母亲挡在门口啼哭不止 扯断了衣袖也留不住 即将要离开的儿子 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可以看到 胡大娘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她含辛茹苦将几个儿子养大以后 结果儿子为了自己的生活 将她丢在山上不管不顾 当几个儿子得知梨娘草 可以让自己变得有福气后 哪怕是损害母亲也毫不犹豫 而姑娘明知道 用鲜血浇灌牡丹花对自己有伤害 可是为了儿子过得好 她依然是义无反顾 在现实生活中 又有多少孝胡大娘这样的母亲啊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 都是母亲用自己的爱浇灌而成的花草 我们的成长永远离不开母亲的每一滴爱 她们是用一生在为儿女护航 默默在背后为儿女指引方向 最后希望大家看完这个故事 都能给父母发一句简单的问候 爸 妈 你们辛苦了 我永远爱你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